女孩不顾满脸血迹 生死力竭地让弟弟翻过栏杆 弟弟有些不明所以 因为栏杆后面就是万丈深渊 身后突然传来阵阵低吼 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他只得翻过护栏 不料刚站稳脚跟 姐姐却突然开口道歉 随即往后一跳 灵了抓住弟弟的脚踝 还不断地蛊惑他放手 男孩自然不肯 不一会儿 警察赶到现场 男孩的父母也赶了过来 面对父亲的安慰 男孩显得无动于衷 只因半个小时前 他还有着快乐的童年 就在玩游戏时 客厅的灯却突然熄灭 他以为是姐姐的恶作剧 但是大门却缓缓打开 智能防御系统全部解锁 男孩赶紧关上门 上楼寻找姐姐 不料房间里传出诡异声响 下一刻 他抓着弟弟 嘴里还念叨着 他来抓我们了 说完拉着弟弟往外跑 就在姐姐跑去开车的时候 弟弟发现门口有道黑影 他们立刻去车逃离 不料刚到大坝上 车子却突然熄火 随即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姐姐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岸 男孩正正地走了过去 在看到姐姐的一瞬间 他还是忍不住地尖叫了起来 这件事也给他大脑留下创伤 即使长大了 也需要定期接受检查治疗 这天夜里 客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小帅也被一阵声音吵醒 他悄悄打开房门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捏手捏脚地摸到花园 只见二姐任由母亲摆布 赤裸着面对着老夫人 就在他准备破门入的时候 随后便在客厅醒来 父母告诉他是梦游正范了 小帅诉说着刚刚发生的事 却没有人肯相信 都觉得他只是做了一场梦 小帅只好把事情告诉红发妹 他觉得一切都很蹊跷 当年大姐也是这个年纪出世 体育课上 女孩们练习着攀绳 底下拽绳的红发妹却脸上一热 二姐此时脸上挂满血迹 随后摔了下来 不省人试了过去 小帅害怕他再出世 夜晚便偷偷溜进房间 他检查着四周 却唯独一露床底下 小帅被旁边的声音吸引 床下的鬼影却没了踪迹 他上前查看却一无所获 不料二姐却出现在他背后 他将人赶出了房间 回到房间的小帅 收到了二姐男友的信息 要求在餐厅见上一面 他们姐弟俩现在十分危险 热心小伙遇到碰瓷老太 不料下一秒 等他站起身来 前面却空无一人 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 老太闪现在他身后 狠狠地勒着他的脖子 小伙还在不断挣扎着 却没有老太力气打 看吧 我就说他是碰瓷的 等到小帅赶到时 他已经领了盒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身后却出现个怪物 吓得他撒腿就跑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并将此事定性为自杀处理 小帅显然对此不能接受 因为小伙约他出来有事相谈 他掏出手机 不料短信却全部不见了 警察给他看了监控 视频里除了他们 就在没有可疑人影出现 小帅回到房间里 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在准备吃药的时候 却发现了异常 他拿刀切开药丸 里面是类似虫草的东西 他把东西交给教授 通过化验得知 这是一种真菌 而且不是普通的真菌 他早已在地球灭绝 小帅谎称在地下室发现的 教授却告诉他 这种东西只长在尸体上 随后给了他一张名片 上面是一个专家的联系方式 他们开车找到地方 见到了真菌专家棕发审 大婶看到他掏出的瓶子 眼色凝重了起来 开口直截了当地问 大婶抓住了小帅的手 跟随着大婶的呼吸节奏 小帅吐出了真菌残渣 接着大婶向他展示了伤疤 原来那些鬼影还会伤人 自己的姐姐岂不是处在危险之中 当即跟大婶约定时了间 等到了晚上回家帮忙驱血 这时父亲发信息过来 原来是祖父情况不乐观 等到小帅赶到时 祖父已经进了手术室 他只能在外面等待 不料灯光突然全部熄灭 手术室的门随即打开 小帅走了进去 看到了手术中的祖父 却见黑雾从伤口中飞出 小帅想要开口提醒 不料几下就打坏了门上的玻璃 就在这时灯又亮了起来 故事过来让他在外等候 敲碎的玻璃也完好无损 事情变得愈发诡异 等到了晚上 大婶带着助理来到小帅家 红发妹和小帅的女神也在家里 大婶来到二姐房间 一下子就感觉到她情况不容乐观 从包里掏出护身符 放在枕头边 助理则在摆弄着仪器 驱魔仪式马上开始了 你知道国外是怎么驱魔的吗 先是通过仪器生成噪音 然后与魔鬼对话 再把声音录回电脑里 等到回放的时候 就能听到魔鬼的声音了 大婶此时还在交代 不能说话 不能直视怪物 随后关闭灯光 套上面罩 仪式开始了 设备却在这时发生爆炸 随着黑雾涌现 魔鬼也在这时现出原形 众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本以为他就此消失时 大婶却突然遇袭 就在这时 房间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魔鬼也失去了踪影 原来是小帅的父母回来了 他们赶走了驱魔母子 红发妹和女神随后也离开了 小帅因为太害怕也跟了出去 三个人一起睡在体育馆里 女神却被脚步声吵醒 结果是上厕所回来的小帅 可是他握着他的手 一直没有松开过 那被窝里的人又是谁 女神被吓得退到了墙边 手臂上赫然出现了爪痕 他们觉得此地不宜久 天刚亮便来找驱魔大婶 不料他们已经连夜离开了 三人只能先回到学校 却遇到了自杀的同学 小帅和女神跟上了救护车 却车上见到了诡异的一幕 红发妹却注意到了一旁的药盒 她从网上查到这家公司的资料 发现今天正好有个发布活动 她便乔装来到现场 却在里面遇到了小帅的父亲 红发妹偷偷溜进地下室 却发现了公司的秘密基地 原来他们一直利用尸体培养真菌 小帅则是在同学包里发现了文件 里面是一份份的收养记录 他们所有人都不是父母亲生的 小帅的祖父却在这时候驱舍 还没等他来得及伤感 医生一针便把他迷晕了过去 随后便把他带到一处地下室 小帅的父母姐姐都在这里 所有的真相就此揭开 原来他们早已经不是人类 领养孩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夺射他们的身子 紧接着仪式开始了 只见他们做成一排 从嘴里吐出一股黑雾 隔壁的老头骑到小帅身上 这时红发妹帅气登场 他将汽油倒在他们身上 抡起油桶砸开老头 放火点燃了这里 救下小帅后 二人迅速地逃离了 女神也开车来接他们 此时他们都没注意到 一阵黑雾从通风口冒出 紧接着车辆不受控制 撞停在了大坝护栏上 索性三人及时逃脱出来 他们看着不远处的广告牌 知道以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此时女神却停下脚步 只见他缓缓转过身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